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很高興度假的一個月 又回到教會母親 回到家裡 在這個一月的過程裡面 我覺得很幸福 我可以跟我93歲的母親 一起度她生命中 我們在一起最長的一段時間 我們很少的一個月 都單獨相處一個月 93歲很多時候的恩典 但是也很多生命中的抱怨 我覺得神對我的母親非常地好 93歲 她可以跟我坐在牛肉麵的店裡面 一個人吃一大塊牛肉麵 她就全部吃完了 她的牙齒一顆都沒有掉 所以這第一點 我得為她很感恩 93歲可以吃一大塊牛肉麵 第二個我得很感恩就是 我跟她一起看電視的時候 我就到處摸我的眼鏡 把Focal帶起來 我的母親93歲 團體團體 完全不需要帶眼鏡 那當然 我們生命裡面 有很多東西我們都給人感恩 可是有很多東西我們很辛苦 我跟她去坐火車 台灣火車 我去買火車票 火車人跟我說 那段客人跟我說 你要坐幾點多的火車 我這早上九點多去買火車票 我就跟她說 我要坐十里多的火車 她說從這個火車 賣票的地方 到上火車 大概需要兩分鐘就到了 她說 我跟她說 我帶著93歲的媽媽 我媽媽從賣票的地方 走到上火車要走一個小時 所以要很慢 所以我跟她說 我要買十點多的火車票 她說從九點到十點 一共有五萬個火車 我要買十點多的火車票 所以我學習什麼叫做慢 跟一個老人在一起 我要學習慢 什麼都要慢 一碗牛肉麵 對我吃到晚 她也吃到晚 我吃吃十五分鐘 她吃一個半小時 所以當我們有時候 面對一些年長的時候 我們面對一些年老的時候 或我們面對一些人 他們的生命裡面 有很多困難的時候 我想求神讓我們 我們能夠安靜我們自己 我們能夠學習 跟一些人能夠相處 而且我們可以學習 在她的生命裡面 也能夠經歷到 也能夠看到 神的恩典跟神的作為 所以我覺得很幸福 有些機會跟我們一起 我到最後 我要離走的時候 我跟我媽媽說 媽媽我跟你待了一個月 你覺得怎麼樣 我媽跟我講一句話 我也是沒有忘記 我媽跟我說 真的嗎 真的嗎 你有跟我待那麼久嗎 因為她都忘了 所以生命就是這樣子 很多東西就是 我們有時候 聖書的時候 別人不一定記得得 我們有時候 做的事情 人家也不一定看得見 但是我也是相信說 我們基督徒 活在一個神的榮耀裡面的時候 因為神紀念我們 對於任何一個需要的人 所擺上了一切 那最後能夠成就事情的 能夠紀念我們所做的事情的 其實常常不是人 是什麼 是我們的天父 我們的上帝 所以讓我們有一個心 去愛 需要愛的人 讓我們有一個心 跟我們的母親 跟我們的父親 跟我們一些年長的 或是需要的 有些妹妹 我們可以跟他 共同奔走天路 那今天我們一起來看一段 很寶貴的經文 這個經文記載在 哈巴武書 我們要從哈巴武書的第一章 我們從哈巴武書的第一節 我們一起來讀到十一節 也是一個非常寶貴的經文 也是我們今年我們要在小先知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小先知 哈巴武 我希望我們讀完以後 我們再從講到我們來學習 這個經文到底 會不會對我們的生命說話 今天我的題目叫做 《苦難的呼求》 我們一起翻到哈巴武書 第一章 我們從第一節 來讀到十一節 找到了 我們一起來讀 來 預備 找到沒有 有的人找不到 都找不到 好 來 預備 七 先知哈巴武所得的謀辭 他説 耶和阿 我呼求你 你不應 要到我及時 我應強暴哀求你 你安慾不拯救我 你為何使我看見罪孽 你為何看著堅惡而不理我 毀滅和強暴在我面前 有其爭官和鄉斗辭 因此律法放鬆 功力也不限定 惡人圍困一人 所以功力獻來獻到 耶和阿說 你們要向獵禍中觀看 大難驚喜 因為在你們的時候 我行一件事 所以有人告訴你們 你們總是不信 我必欣喜交了你 就是那殘忍暴躁之力 通行遍敵 佔據那不屬自己的住處 他畏無可畏 判斷和勢力都任意打出 他的馬頭比暴很快 比晚上的豺狼更猛 馬兵踴躍正先 都從怨放而來 他們非跑如鷹抓石 他們都會行強暴而來 贏住眼向前 將捕獵的人聚集 多如塵沙 他們欺笑君王 笑跨首領 失笑一切寶藏 逐淚風群 他們以自己的勢力為神 像瘋孟然掃破 鮮為永不醉 我們什麼是浩巴讀書 若用一句子話 來形容浩巴讀書的話 我喜歡這句話 這句話是說 Face during the troubled time Face during the troubled time 各位弟兄姐妹 我想我們信仰 常常不是在幫助我們 我們非常成功的時候 信仰也不是幫助我們 非常快樂 非常驕傲的時候 因為常常在這個時候 我們會忘記神 我剛剛坐在教會的那個 托漾 一個母親到我前面來 跟我哭 眼淚嘴 我說你發生了什麼事 那母親你跟我說 請牧師 佩佩今天下午到醫院 為我兒子禱告 我說沒有問題 我說你兒子到底是誰 他說我的兒子在裡面 教會受洗 所以他們有名字給我 那名字給我 我看著名字 似乘相似 一定受完洗就過來聚會 所以我沒有辦法 我就趕快找姨淚 我說姨淚 你幫我查一查 這個人是什麼時候受洗 結果我們就查出來 原來是五年前在我們教會受洗 現在躺在醫院裡面 各位弟兄姐妹 我們也不是這樣子嗎 我們常常在我們生命裡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是很像神呼求 我們會去回到神的身邊 但是我覺得哈巴古書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 整個哈巴古在講說 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是什麼事情是使我們能夠非度難關 有什麼力量使我們能夠在這個 一個苦難充滿患難的世代裡面 我們能夠在這個世代裡面 能夠活出神的榮耀 所以我這位哈巴古書 我第五題目叫做苦難而不窮 哈巴古書是一個苦難的書 但是要讀哈巴古書 我就有五個很重要的觀念 或有很重要的基礎 我們必須認識這個基礎 所以我把第一節拿出來 我們看哈巴古書的第一章 第一節 它說什麼 你知道嗎 先知哈巴古 所得的什麼 末世 先知哈巴古 所得的末世 在這個基礎裡面 我給這個基礎取一個題目 我把這個基礎 第一節我分成第一段 讓我來給你們分享的 我的題目叫做 第一節告訴我們一個 神在苦難中的擁抱 神在苦難中的擁抱 那你說 哈巴古書第一章第一節講到 先知哈巴古 所得的末世 有沒有擁抱 有沒有 有沒有擁抱在這個字裡面 沒有 對不對 我們看不到 可是如果猶太人來看 他們知道這是擁抱 為什麼 因為 讀哈巴古書一定要知道 哈巴古這個字是什麼意思 這個名字是一個熱烈的擁抱 不是剛剛你握什麼時候 這樣子握 不是這樣子握的 不是輕輕地握 這是一個 哈 一個充滿熱情 充滿擁抱的哈 我不曉得你生命裡面 有多少時候 你擁抱過一個人 非常的熱情 我最後離開開巴巴的時候 我媽媽給我的擁抱 我一直沒有辦法忘記 因為她是用眼淚跟我擁抱的 因為我不知道 我們還有機會相見沒有 一個九十三歲的老人 她隨時會過去 我不曉得 這是不是最後一次 我可以擁抱在一起 所以這時候我回去的時候 我全家全部都給我回去 我的孫子都給我回去 我孫子都給我回去 要不是說 爸爸 你媽媽很老 他們全部都請家跟我回去 所以我們一共九個人 回台灣擁抱 結果 最主要說 他們希望這個時候 給我媽一個擁抱 所以哈巴古書 在猶太人擁抱的時候 這個名字本身就是一個熱烈的擁抱 所以是先知熱烈的擁抱 所得了什麼 所得了摩世 所以哈巴主 開宗明就講得非常清楚 神是擁抱 是一個擁抱我們的神 神是在苦難中間擁抱我們 我們不自覺的時候 神也擁抱我們 我們在醫院的時候 我們在事業成功的時候 我們在得意的時候 我們在輝煌的時候 我們在落魄的時候 我們在落魄的時候 神是擁抱你的神 那我們常常看不見 所以我們就來讀這個經文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個哈巴古書 所帶出來的意思 我覺得很重要 我要了解到 哈巴古書 是舊約小先知裡面 講到苦難的 就彷彿是約國際 在智慧書所提的苦難 所以這一本十二本小先書裡面 講苦難講得最清楚 所以它只有三章 講得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辛苦 非常的痛苦 哈巴古書的苦難 超越了約國際的苦難 為什麼 因為哈巴古 一直到最後 哈巴古 並沒有得到神誤辭的獎賞 所以它說 我看到葡萄園 葡萄結有沒有 沒有 我看到羊圈有沒有羊 沒有羊 我的田地有沒有出彩 沒有出彩 哈巴古書 他就仿佛是約國際 到最後 他身上長滿了倉 他身上很充滿了痛苦的時候 他仍然慘一生 所以哈巴古書的苦難 甚至超越了約國的苦難 所以哈巴古書 是一圈講苦難的書 第三個哈巴古書的信息 很重要 哈巴古書除了講苦難以外 你知道哈巴古書從我們七天看的經文裡面 是一個哈巴古對神直接的對話 在這個對話裡面是充滿了 bitter 充滿了痛苦 充滿了不滿 充滿了抱怨 充滿了對神的不公平 但是哈巴古書 哈巴古是從十一變成歌獸 從哀求變成花魁 這話說是一個非常 powerful的一個信息 是有三章的經文裡面 他的生命經濟的高三 經濟低谷 他結束在對神的歌獸 對神的歡呼裡面 他結束他的經文 所以這是第三點 我們在讀哈巴古書裡面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到 第四點 我們很不容易看見哈巴古書的壯體 我們很不容易看見哈巴古書的優美 我們可以好出的宏偉 但是猶太人如果讀聖經就知道 根據裡面你要讀 有時候讀的你們都知道 神會使用一些很有恩賜的人 但是神使不使用沒有恩賜的人 會不會使用沒有恩賜的人 有些人天生很危險的東西 神又不要 神又不要 但有些人天生不危險的東西 神又不要 神又有些人 寫得很糟糕的 你知不知道 像誰 像大魚的彼得就不太會寫東西 所以彼得前書彼得後書 以希腊的文學來看的話 是寫得不太好的 就看到出來這是一個比較沒有受教育的 我們看到神寫得不好 約翰在寫起司錄的時候 他的文學就比較差 因為他做完努力 他沒有機會讀書 所以我覺得神表演不會 神使用無恩賜的人 其實神常用一些沒有恩賜的 但是神不改變這個事實 神必定因為聖靈充滿這個人 就會寫出宏偉壯麗的作品 不會 可是神會使用這些沒有恩賜的人 做神的事情 但是神也常常使用一些有恩賜的人 做神要做的事 他寫得是一個非常會寫同性的人 所以在讀希伯蘭文的時候 這本這一卷的書信 是幾乎在舊約 西伯蘭文學裡面 是No.1的作品 寫得壯麗、寫得雄味、寫得好 用字、用邏輯 都是非常好 所以有的人說 這是希伯蘭詩歌中 最優美、壯麗的作品 這是我們今天很難看到 因為我們是翻譯的 我們很難看到這些東西 我們翻譯是一個人 一個主人就把神圈都翻譯 所以大家都寫得差不多 因為你在翻譯的時候 都差不多的 用字都翻譯的過程 可是我們要知道 哈巴布書有這個特性在華裔 第五個 哈巴布書裡面 用一句話來講的話 他的第二章講的 一個很重要的聲明 就是一人必應信 怎麼樣 所以哈巴布書不再講固執 哈巴布書在講信心 哈巴布書從頭到尾沒有好的結果 哈巴布書 為什麼一個沒有好的結果 的經文 卻佔立在聖經 三千年的信仰裡面 它都佔了一種 各位兄弟姐妹 人都希望成功 你跟我都希望成功 物質對我們重要 物質對我們重要 物質對我們非常重要 我們需要物質 我們才活得安心 我們活得平安 我們活得穩健 我們需不需要計劃 我們需要計劃 但是哈巴布書 我們一個非常重要的事實 我們身體裡面很多事情 我們永遠看不見 我們身體裡面有很多東西 是我們永遠沒有辦法克服不了 我們身體裡面有很多的問題 我們找不到它 哈巴布書告訴我們說 你的身體裡面 要活出一個信心 一人必應信而死 這哈巴布書裡面整個講到 它警告是否上帝那些為君子 就雖然他們活在信仰裡面 他們是屬於沒有信心的人 他們雖然是教會的牧師 是教會的長老 是教會的職士 是教會的小組長 哈巴布書責備這個人 必被神的大能所摧毀 所以哈巴布書對一些信仰的人 他們提出一個最艱巨的挑戰 他要問每一個相信耶穌基督的人 在你的生命裡面 有沒有可能 或是一個對神 那無畏的情形 所以因為哈巴布書這個信仰的主軸 使他在小先知裡面 他辱名的王子 他安慰了無數在艱難中 他經過了歷史的衝擊以後 他都贊了無數 所以我希望我們這個月 我們在讀哈巴布書的時候 至少你在讀哈巴布書的時候 也注意到這五個 哈巴布書的一個重要的精神 神苦難中擁抱 神與我們同行 神要擔憂 我們看第二段 我們看到哈巴布書 講到神對我們的用抱 哈巴布書 講到一人必因性而生 我們看哈巴布書是怎麼樣展開這一段 對神的對話 再從第二節到第四節 我稱作神在苦難中的經過 神在苦難中的經過 我們說自己讀二節 三節 四節 很多的字言 是我們在生命裡面 我們永遠不希望經歷 我們希望永遠看不見這些東西 在第二節裡面講到 強暴 我應強暴 我應強暴 愛強 在第三節他講到 我看見罪病 你看見殲惡 我看見毀滅 我看見爭端 我看見小豆子 我看不見什麼 我看不見律法 我看不見公敵 我看見什麼 我看見惡人圍困藝人 公敵顯然怎麼樣 點頭 我想 哈巴布書 哈巴布書的人是學法律的 仿佛是一個律師 仿佛是一個法官 仿佛是一個對社會上非常有負擔的人 他能夠在整個社會遇到困難的時候 他能夠詐欺直言 我們聽了有多非常的熱血沸騰 為什麼這個世代有這些事情發生 為什麼這些世代有這些困難的事情發生 我們看到神 到底是誰 為什麼我今天看到那麼多不公平的事 為什麼在我生命裡面 歐千俊的母親可以吃牛肉麵 我的母親可能吃不碗 碗得稀飯 為什麼歐千俊的母親 團體團體的眼睛 我的母親已經完全看不見 為什麼這個人是這樣子 那個人又是這樣子 我在回台灣的時候 我遇到我一個好朋友 這好朋友是一個武士 他做了三年的毛 沒有人跟他講話 沒有教會找他講到 沒有人理他 我去那個教會 他一個人坐在教會的角落 一個人坐在輪椅上面 沒有證明跟他講話 我就在他旁邊 我什麼都沒有講 我就坐在那邊坐了十五分鐘 我就拍拍他的肩膀 眼睛就掉下來了 我怪他犯了什麼大的罪 但是他看見 他看不見 他看見的可能不希望 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我們是不是有這種狀況 在我們生命裡面 我們好像在一個 一個很不公平的世界裡面 我們在一個很不正常的公司裡面 我們生長在一個很不健全的家庭裡面 我們的父母也不是我們所希望的 或我們的兄弟姐妹 我們對我們也不太好 我們的朋友 我們對我們也不太理喻 我到底什麼樣的人 那神為什麼我要信耶穌基督 如果信耶穌基督 一信什麼都好的話 那我就信耶穌了 可是我信耶穌 有時候約聖 好像我活動還沒有別的活動 那我為什麼要信耶穌 那我為什麼要信耶穌 你們 我們是不是很多時候 我們就站在一個平面上 我們望過去的時候 我們看到一個這個海的平面 我們看不到任何的人在裡面 我們甚至看不到任何的幫助 會出現 在苦難中間 神為什麼讓我們死 有時候等到我們都已經不願意去教會 有時候我們等到信仰都已經失落了 或我們覺得在教會裡面 沒有任何的意義 沒有任何的價值的時候 哈巴布問神 為什麼這樣子 哈巴布回到他的祷告裡面 他不是那個教會的故事 不是那個教會的長老 他問神說 為什麼我們的生命是這樣子 因為哈巴布 是一個對社會 對國家 對人類 有負擔的一個人 各位各位你們有時候 你真的是這樣子 你對社會 對國家越沒有負擔 所以你活得越快 我告訴你 因為你幫自己門關起來 你什麼都可以解決 可是當你對這個社會 對這個國家 對這個民主有負擔的時候 你常常活在很痛苦 很掙扎 但是問著基督徒 非常危險的事情 我們失去的對社會的關心 我們失去對苦難的認同 我們失去對流眼淚的時候 我們產生的那種 passion 我們甚至對我們自己的父母 都沒有感情 這是今天人類的危機 還問著問題 為什麼我的社會會如此 神道在哪裡 你竟然把猶太人 當成一個選民 可為什麼猶太人 活出這種狀況 你會不會進入你的教會 你問他說 如果今天這個教會是一種愛主的人 為什麼這些事情會發生在教會裡面 為什麼是因為容忍教會 容忍這些事情發生 掌聲裡面裡面 有很多這種問題在裡面 神在苦難中 為什麼這麼難解決 所以有時候我們教徒 很不願意禱告 因為禱告就很辛苦 在你搗上一層橋的時候 又說你沒有他 你聽不到神的聲音 你聽不到神的倦怒 照他們說 一直問神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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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節 到第十一節 第五節到第十一節 我稱作 神 在苦難中 神回應哈巴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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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要做一件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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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哈巴古 我覺得有的時候 第一階段裡面 他們覺得 神為什麼要安靜 其實神要做事的時候 哈巴古也不一定滿意 你知道嗎 有時候神做事我們不一定滿意 神不是我求的 因為如果今天以色列人不好的話 你會心急一個好的人來處罰我們 我沒有話講 可是神要做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甚至超過哈巴古所能夠思想的 神要做什麼事 所以我們看這個經文 講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們說 耶和華說 你要向列國觀看 大大的驚奇 因為 在你們的時候 我行一件事 雖有人告訴你們 你們 你們總是怎麼樣 行 神會興起事情來到 我們不相信 所以我們常問一件事情 為什麼今天這個世代裡面 有ISIS 它什麼都不殺 碰到這個基督徒 它什麼都不破壞 碰到這個基督徒 它特別破壞 為什麼今天美國 在世代裡面 會遇到北韓這樣的一個國家 為什麼 很多時候我們有好的心 我們卻沒有好抱 各位六姐妹 有沒有可能 這些事情發生 有它的意義 有它的作物 因為我們的神 是一個掌管歷史的神 我們的神有沒有看這個世界 有沒有神在看這個世界 我們神知不知道我們的禱告 我們神知道我們的禱告 我們的神有沒有經歷到 我們所經歷的事情 神經歷我們所經歷的事情 但是神做事 不是向我們做事 所以我們看這個機會裡面 我們就非常了解 為什麼神要興起這些殘暴的人 這人叫做亞勒特 誰是加勒特 你不想你殺王 攻打耶路撒冷就是加勒特 其實嚴格來講 亞述只滅了北 亞述滅不了 但是你不想你殺王 跟埃及決戰的時候 就把耶路撒冷給攻破 毀了聖殿 所以神說我要興起這個事情 各位弟兄妹 舊約新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優秀 無論聖殿見得有多好 無論聖殿見得有多榮耀 但是如果神移開這個聖殿的時候 聖殿會不會怎麼樣 一夜之間舊約會不會這樣 沒有一句話更重要 耶穌說這個殿 我三日就要怎麼樣 我要成見 如果我們過度重視我們人所迫的事情 我們過度重視我要做什麼事 我要神做什麼事 可是我非常驚訝 因為神不一定按照我們的心意來做事 神不一定按照你的心意 也不一定按照我們的心意 也不一定按照我們的心意 甚至按照祂自己的心意來做事 因為神要解決這個世代的困難 要解決這個世代的不公 因為常常世代的不公 也可能是我們是 因為這個不公 我們生存 可能是造成這個世代的不公 我常常說我們今天 我們中國人來到美國 我們要問一個問題 什麼是我們來到美國的生命的目的 和生命的價值 我們是否願意回到我們的假鄉 把我們一點的能力 能夠做愛的決心 我們生命是否全部活在一些物質的追求裡面 還是活在我們自己生命的幻想裡面 我們是否應該像啪啪鼓一樣 我們對這個國家 我們對這個世代 我們能夠活出一個我們應當活的信心 我們應到活的力量 如果我們活不出來的話 神就才去做 如果我們仔細研讀這個經文裡面 我們如果仔細研讀的話 可能花很多的時間 我們才能研讀 因為在這個經文裡面 第一個講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耶穀華說 你們要向列國中怎麼樣 晚看 所以神要我們 排起我們營光 神要我們看 這個世代 我真的回台灣 我們遇到幾個從美國回去的牧師 他們是台灣的屬於相扶系列 他們這邊到台灣 他們去一些鄉下建立教會 我認識他們以後 結果我就問他們說 你們過了什麼樣 他們說 歐牧師我這個過得很辛苦 我說為什麼很辛苦 他說 我們在美國工作完以後 我們回到了台灣的鄉下 其實他們的生活已經當貴得很厲害了 可是他們再怎麼樣 怎麼樣過很柬埔的生活呢 對於鄉下的人來看 他們還是怎麼樣 非常奢侈 他們還是不會騎摩托車 因為他們騎得開車 汽車 可以開車到牌子的汽車 所以那個信徒呢 都不願意來教訓 因為這牧師太有錢了 那我就遇到幾個牧師 他們真的是回到了鄉下 就過鄉下的人的生活 他說我可以過生活 可是我很困難 我太太不能過 他的師父就很難過 怎麼住這種地方 這種地方生活 但我真的是非常感動 我去了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叫台灣的澎湖 我去了澎湖這個地方 澎湖我覺得這一次在台灣 因為我去的時候 剛好是澎湖的媽祖過生日 所以媽祖過生日就是 阿媽祖 那教會呢 這是做一個很大的 我很讚美澎湖的教會 澎湖教會不大 澎湖是全台灣廟最多的地方 因為都漁民 所以都是信佛教的 很多信佛教的 教會這一次 我覺得教會這一次 他們教會全無了解 他們怎麼樣 他說我們準備了40輛車子 送信物坐上車子 他說我們不再教會慶祝復活節 復活節那時候 我們在台灣的時候 剛剛我們這些復活節 台灣有過 他說我們真的不再教會慶祝復活節 我們要走到廟前去慶祝復活節 我們要走到廟前去慶祝復活節 所以我們這是40輛車子 開遍黃湖 每一個鄉下的道路裡面去 他們在外面唱復活節的歌 他說今天我們的信心 我們的福音 不是這樣的教會 我們要讓福音怎麼樣 我們要把福音帶出去 所以當我碰到這些信徒的時候 我非常的感人 我看到一個教會對社會 對社區有什麼 有回憶 有負擔 所以使得神的信息 在這個澎湖這一塊 衝來這個義教的信仰裡面 他們看到一個新的方向 他們看到教會的人走出來 他們看到一個教會活出一個生命 這生命能夠走進八街小巷 能夠穿繞神的福音 神的信息 我非常感動 但是我常常跟弟弟講說 如果我們今天回來看 神怎麼樣處理 這一群神的選民 在自己的家庭裡面 他們不願意傳福音 他們不願意出去 他們自己是神所保守的國度的時候 神怎麼說 神說我興起加勒底人 我興起加勒底人 如果我們真的要看加勒底人的話 各位弟弟姐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很多 加勒底人 神在講這個事 神在講這個事 不是講這樣 哇 我如果我們今天仔細來看 第五句 第六句說 我必吸啟加勒底人 就是那殘忍 怎麼樣 還要爆炸之力 所以一群殘忍 一群爆炸之力 去來統治神的選民 各位各位 給你們聽 有沒有覺得 有時候我們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 的時候 那些不好的人 可能是神給我們生命中的斷 還要給我們信心 我們生命中要接受 對 他說有一群爆炸 殘忍 爆炸之力 所以我覺得我們記住 有時候如果我們看 他把我們說的 很多人知道 很多時候不是魔鬼殺殺的作為 很多時候什麼 神的手 在掌管理事 神的手在動物 所以我們看見 神 可是我們常常在這個過程裡面的時候 我們就 還在問什麼問題 神的到底在哪裡 神你會用北韓嗎 神你會用ISIS嗎 神那麼多戰爭 我們打不贏的時候 神到底到底在哪裡 所以我們今天把這段紀錄 我們要類似出來 我至少可以類似有20項 這些人很不好 這些人非常的不好 但這個不好也是我們常在生命中 遇到我們所不滿意的人 我們看幾個東西 第一個 他很苦獨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到很苦獨的人 有些人很苦獨 跟同時在一起很難過 你怎麼知道 他心裡有很多的問題 我最近呢 我回到台灣的時候 我跟我媽媽講話 也是我媽媽連續跟我講了四個小時的話 其實那四個小時不應該跟我講 你要跟誰講 你要跟我爸爸講 你要跟我爸爸講 因為他是對我爸爸的不慢 跟我爸爸死了 所以之後我還聽了 沒有 那我當作人 我必須是導致說 誰真的幫助我 那我都很好聽 因為我們生命裡面有很多的苦獨 對不對 不是嗎 其實我們信主 我們還是一個無敵的 我都不疑跟我講 我就安慰我的主持 我希望這些苦獨 不是進入我的生命裡面 其實我很愛我的爸爸 我也愛我的媽媽 可是我必須知道 這時候我要讓他知道我要求他 有時候碰到苦獨很難相處 他除了苦獨以外 他是一個非常威武 非常克威 非常喜歡佔據別人住宿的一個民族 是一個非常殘忍的民族 所以跟我練了二十項 他不但殘忍 他也驕傲 他像暴風一樣掃過去 神用沒有 神用沒有 但是如果你讀歷史你就知道 我們今天回到歷史去看這些事情發生的時候 其實八百人帝國只是煙消雨傘 這世界也沒有八百人帝國的痕跡 所謂那些古老的建築以外 可是神的女兒 神的兒子 哈巴古書的信息 仍然活在我們中間 哈巴古書 也是一個非常寶貴的一個世界 哈巴古書跟我們看見 在苦難中 我們需要下生補救 哈巴古書讓我們看見 神在苦難中間 仍然用保 哈巴古書讓我們看見 有時候我們禱告的時候 神身上的安靜 可是神仍然在聽我們的禱告 我們必須在寶貨中間建立 我們跟神的關係 我覺得今天在背後面有一個非常大的危機就是 我們做事我們太粗誤 而且我們太勇敢 我們不懂得怎麼把他 我們不懂得怎麼在聖經裡面去學習神對我們做法 神在苦難中對我們的寂寞 是神在聽我們對他的呼求 神在聽我們對他的報告 最後 神在苦難中有作為 我們弟兄姐妹 我們要學習神在苦難中的融合 我相信很多時候神的作為 都發生在我們的家裡 包括我們的父親 包括我們的母親 包括我們的兄弟姐妹 包括我們的 我在十年多前 我去台灣去了一個教堂 這個牧師是一個孫子 這個孫子是一個蒙古症的小孩 所以那個教會有很大的傷害 為什麼牧師會生出一個蒙古症的孫子在那裡 所以那小孩常常在那個 教會跑來跑去 聚會的時候就會鬧 我最記得我在這個教會聚會的時候 那小孩每次坐我旁邊 他瞪瞪我的肩膀 就說你叫什麼名字 我說我叫歐謙遜 過了兩天他又瞪瞪我 你叫什麼名字 你叫歐謙遜 你真的叫歐謙遜嗎 所以一共我在聚會的時候 這個聚會從頭到尾的時候 我聚會了差不多有四十分鐘的時候 他就跟我過了超過二十次以上 我叫什麼名字 到最後這個爸爸就很不好意思 跟我講說 我先去哪 不好意思啊 我一直打擾你 就這樣子 我正式回台灣 他上大學了 台北有下一個好處 什麼都可以上大學 一定大學要的 你考試都怪負責分夠的 都可以上大學 這是一個好處 所以他就上大學了 上大學以後呢 我突然發現 這個小孩 他們突然有一次很偶然的機會 這小孩會探鋼鐵 這時候我會學 師伴在台上現實 把他探鋼鐵 他坐在那裡探鋼鐵 這個爸爸看到了很多爸爸 各位聽說你們有多少時候 神的安靜 是神對你的擔心 好不好 我說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一人必因什麼 幸福能夠活在苦難之間 那個生不是我們快樂的生活 那在苦難的時候不會 一人必因 信而生 這些經文不但是 舊約一個是信仰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這個經文是 新約羅馬書裡面 重新再次的 禪述發光 這個句話不但在羅馬書裡再次發光 宗教改革的時候這句話 繼續成為很多人的幫助 願神幫助我們 也願神代表我們 讓我們的生命 不是漸跡在這個世界 有形的物質裡面 讓我們的信仰是 漸跡在我們對天父上帝的信仰 我們一起祈禱 我們上三個星期 謝謝